對,你先看出來其實它就是這樣的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真的距離還是有相關的嗎? 對,他們彼此之間都是有相關的 它距離靠近 然後我先做這個第三星團 有名在說我們曾經對它發送 有一個叫做阿雷歐訊息 無限電訊號 對,這個就是在波多黎哥 有一個無限電天溫台 然後曾經,它本來是世界上最大的 無限電天溫台 然後它有,這個天溫台很有名 這個天溫台有出現在007黃金眼 然後又出現在有一部戲叫做接觸未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喔 朱迪佛斯特 朱迪佛斯特 接觸未來這部戲都有出現這個 就摸摸他爸是不是 摸摸他爸是不是 誰他爸 什麼接觸未來 怎樣 我就是摸摸他爸爸 對對對 他遇到他爸爸 他去外星見到他爸爸 其實我如果有下次上來講的機會 我就是要講這部電影 然後整他課都講這部電影 因為我蠻喜歡這部電影 然後後來我也去處處管接了他的原著 可是我覺得反而覺得說 一般都是說原著比較精彩 可是我不用看好像的 電影比較精彩 原著 我覺得原著的他可能他的問題是 翻譯的人不是很好 我覺得沒有翻得很好 不過看起來就覺得 還是電影比較好看 那今天可以講一下嗎 今天講一下 今天講一下 不講一下 今天講也講不完 我準備是用一堂課來講 講這部電影 怎樣 現在講到說 曾經用這個 在波多黎的阿雷波 他是一個天文台 然後對五仙座 這個N13球狀星團發射訊息 其實他距離我們 這個承諾星團 距離我們兩萬四千個 所以萬一他收到這個訊息 再回電話給我們的話 也要四萬八千個 剛剛不是說最近的是四萬三個嗎 四點三方年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奇怪 他們認為說 為什麼我今天不對這個發訊息 而是要對這個發訊息 那時候的看法是說 這個有很多恒星聚集阿 所以隨便的話 都可以可能有外星人 可是以現在的天文觀念所 反而認為說 球狀星團要有 生命的機會反而是更低的 太熱 對 太熱 太熱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因為太陽其實都會有那個 高能代電粒子 宇宙宇宙 就說太陽風阿 其實我們也受到我們太陽的太陽風的襲擊 可是因為我們有磁場 我們有大氣神保護著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並沒有被珍死 我被烤熟 可是在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靠這麼近的話 大概是應該是沒有辦法 有生命可以存在的 所以你就認為說 球狀星團的話 可能反而是不適合居住生命的地方 所以覺得那時候應該搞錯對象 所以後來 延期之後來有 其實他有一個叫做星級計畫 那個初級進級的去的星星的星 星級計畫 就打算20年之後 對他發射那種微型太空船 然後去 他是用那個 用雷射 他會張起一個反而 他那個太空船是小的 他大概只有一張油片的大牆 然後他會張起一張反 他會讓火箭去發射到外太空之後 然後把他散播出去 而且一散是幾千個 幾千個這樣的太空船 然後再由地面上的雷射去打 然後他的太空船就張起一張反 然後地上面的雷射就打上去 打到他那個反 就是這樣當作他的推力去推動他 聽說這樣的話 可以達到五分之一光速 所以等於說 他比較有可能在我們有生存 20年可以到達 對對對 20年 20年他就可能可以到達 這個是四點三光年 四點三光年 還是四萬 四點三光年 四點三光年 對 只有四點三光年 所以有機會 我今天可能在20年之後 會收到他 對 很小 對 像油料一樣大小 可是這個技術不是現在喔 他就是那個霍金 然後跟俄羅斯的一個富豪合作 這是去年的消息 他說要 他們要發展這樣的技術 是要20年之後 他才有辦法發展這樣的技術 然後說是20接 要把這個太空船發射出去 然後再過20年 那就有可能會變 看看海龜能不能在那邊 對對對 像海龜 然後他那個圍形太空船上面 有那個圍形的攝影機 然後圍形的發暴形 然後他就是 我今天去的那邊 然後拍張相片 然後就把這個相片給你 然後來看看有沒有 外星人你跟你們說好了 就這樣 OK 講到球狀 球狀星團 回來解釋說 星團 然後星系 星系的話就像我們 我們自己是組在銀河系裡面 然後 而其實像我們這樣的銀河系 它有成千上億 剛剛講的 人31 仙女座大星系 這個就是我們的半星系 就是說 仙女座大星系 是跟我們是相關的 為什麼它相關 因為它正在朝著我們撞過來 喔 仙女座正在朝我們過 不過 這件事它會撞到我們發生的 時間是31年之後 它會跟我們相中 這個31年 對 是跟銀河系相中 還更看來是相中 它星系之間的相中 可能跟你想像不太一樣 橫星之間彼此不太會相中 可是 橫星的距離尺度很大 這個有人舉過一個例子 這倒是舉個例子 我今天 星系之間裡面的 橫星要互相撞到 這個就好像在美國的東部跟西部 有兩個盲人在開著 兩個盲人開著 開著汽車 他們兩個要相撞的紀律是一樣的 所以橫星之間彼此不太有可能的相撞 可是 橫星之間彼此的盈利 我今天星系在融合的時候 今天有可能引力會造成說 我今天把其中一顆橫星給它 放過去 丟掉 放過去 它就不受 它就不在這個星系 它就變成一個流浪的星系 這星系可不可以說 它是圍繞一個黑洞 叫做圖一個黑洞 叫做圖一個星系 可以這樣子講 因為現在的觀測人發現說 幾乎所有的星系裡面 中間都是黑洞 都是一個幾億到幾百億 太陽質量的黑洞 就圍繞同一個黑洞 就同一個星系 對 現在的確有這個講法 所以星系裡面 等於說星系裡面有什麼 橫星啊 然後橫星很多叫星團 然後星系裡面可能有星雲 它是一個雲氣的東西 星雲的話就是 但是我們最容易觀測的就是 獵戶座的N42 獵戶座大星雲 是好解星系組成星雲嗎 呃 不是 應該是說 星雲是在星系裡面的組織 現在星系 當然星系上面還有一個 叫做星系統 就是很多星系 所以星團的星雲在星系裡 星團系 對 如果是以這上面來講的話 可以這麼做 等於說我今天的雙重望遠鏡 我可以看到這些 好 現在這個就好像那個水果日報一樣 我們來來 超級比一比 對 超級比一比 方便的話 當然是雙重方便 這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我就是小好攜帶 好 這裡講一個很重要的硬體姿勢 我相信 天王話很近 你要懂的 硬體的 那些姿勢要很多 我們另外有一個 我有參加另外一個群組 他們都是在講硬體 那個 真的 我幾乎是什麼都看不懂 大概就 然後雙重的姿勢的話 待會就會 硬體姿勢就會講到 就沒有什麼 然後操作性 操作性 我是指的是說 今天雙筒我就是直接拿在手上 就是這樣 就是 對 就是直接去找 直接去找 這樣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這個 你的手 小孩都會 絕對比你那個腳架好溫多 腳架那個 你要控制上上下下左右 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的操作性 當然是 你今天如果要穩的話 你還是 最好還是把它叫到腳架上面 會比較穩當一點 可是 雙筒其實對我們最方便的話 就是 我今天就不會拿著 然後隨便開始做 隨便亂找 隨便指 這個真的差很多 然後舒適度的話 一般講的話就是那個 因為雙筒你是兩隻眼睛一起打開 你今天雙筒你兩隻眼睛看到 像天文忘記你幾乎都是這一隻眼睛一隻 比較辛苦 可是放大倍率 那當然是天文 天文忘記放大倍率當然是比較大 可是放大倍率比較大 同樣也是一個缺點 大家可以想像看 我今天倍率放大很大的時候 你的視野就會變得非常的小 它你很窄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說 你看到的信心是哪一刻 因為我真的很難想像 我自己沒有在使用天文 我會很難想像說 雙筒有時候我都還認不出來說 我們已經看到信心是哪一刻 我必須要靠它那些特徵 它附近信心的特徵 才有辦法去知道說 這顆星可能是哪一顆星 可是你今天放大倍率這麼大的時候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放大倍率很大的時候 你只要稍微風吹地插動 那個晃度跟地震一樣 所以人家用天文忘記都會加那個 那個叫重數 就是為了穩住 不要讓它晃得太厲害 要不然你放那倍率這麼大 你晃得那麼厲害的話 你幾乎是什麼都不用看 現在就講一點那個雙筒的一些規格 然後這裡 這個是品牌 有一個品牌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品牌 為什麼是這兩個品牌 因為就剛好我是拿這兩隻 所以我就知道我拿這兩隻來跟他的品牌 我並沒有說這兩隻一些比較 沒有啦 就是剛好我買到的是這兩隻 然後倍率的話就是剛剛講的 雙筒最基本的規格就是什麼 八什麼成立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的八倍率是八倍 然後這個倍率就是十倍 所以這邊就有建議說 我今天如果要手持的話 大概是七倍到十倍 如果你再高於它的話 你就可能拿住晃得跟什麼一樣 晃得跟地震一樣 你就沒辦法說我今天可以很穩當的拿住 然後可以看 然後回晃這樣子 所以再大就應該要接一腳架 然後另外一個是口徑 然後口徑的話就是45 這是4.5公分 然後這口徑就比較大 這是5公分 但口徑越大光線越亮 同樣的它就越重 所以它的口徑一般雙筒不會太大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我就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不戴眼鏡的人相關 它叫量視距離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我今天他從他的目鏡過來 他的對焦 角色 目鏡到眼球嗎 對 從目鏡到眼球對焦的距離 假設這個是雙筒 然後這是他的目鏡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目鏡 然後假設他今天的量視距離 就指的是這一段 它形成焦點這一段的距離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 假設你今天如果是戴著眼鏡的話 我們就會希望他的量視距離 會比較大一點 就等於說我今天是隔著眼鏡 然後才到我的眼鏡 這樣的話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他今天他的量視距離很短 要貼著眼鏡 對 問題是你要怎麼辦 你戴著眼鏡啊 你戴著眼鏡一定是跟附近隔著距離啊 對 所以你就必須把你的眼鏡給拿下來 然後去貼著他的目鏡去看 等一下 這很麻煩喔 對你實際去操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今天用雙筒看的時候 大約就是 我今天眼睛看到的時候 大概是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認那些特徵 認完之後 我就要把我今天 我今天就要把我的雙筒拿起來 去對著那個特徵 然後他臂就放大了 然後臂就放大了 有可能你又認不出來 所以你就得至少再把他放下來 然後你再用眼鏡去看 那如果今天你的量視距很短的話 像我戴著眼鏡會有一個什麼問題 就變成說我今天先用眼鏡看 等到我要望眼鏡看的話 我必須把我的眼鏡給拔下來 然後再去用雙筒去看 等到我如果看不出什麼的時候 我又得把我的眼鏡給拔回去 這樣子 這樣子就變得非常的麻煩 你就覺得這樣很困難 所以有的雙筒的話 他就會做一些眼罩的 所謂眼罩的設備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對於戴眼鏡的人 這個眼罩就可以不用打開了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子看 而對於那些不戴眼鏡的人 不戴眼鏡的人 他就是把眼罩給懸開來 懸開了之後 他今天他沒有戴眼鏡 他就可以隔著一段距離來看 這樣子的話 他對戴眼鏡或不戴眼鏡的人都算方便 然後眼罩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設計 就是說我今天有眼罩可以幫我去擋住周圍的光線 不要讓周圍的光線去影響到我 所以這個就是梁氏距離 這個其實我會覺得 個人覺得很重要 可以解釋一下梁氏距是什麼 梁氏距就是他成交的距離 他今天成交距離可能很短 有些梁氏距很短的話 今天可能成交就在這裡 那是距離之外 什麼都看不清楚 對 你如果這個焦點之外的話 你會看不清楚 這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我今天要貼著這個目鏡去看 我才看得清楚 然後你貼著目鏡去看的話 其實你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的眼睫毛有可能去碰到你的目鏡 去弄髒你的目鏡 或甚至說你這樣貼的時候 你看到你會看到你的眼睫毛 貼太緊實了 啊眼睫毛可以貼喔 對對對 所以最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的情況 應該是最好是選一個 梁氏距離比較大的 如果對於有行政對於 眼睫離開那麼遠 還是可以看得清楚 對對對 就是因為你戴著眼鏡 你戴著眼鏡 所以你的眼睛跟你的目鏡會有段距離 那你今天成交的焦點就是這個距離的話 你就戴著眼鏡看會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梁氏距離很短的話 你又是戴眼鏡的 你就必須把你的眼鏡脫下來 貼著它看 他從聚焦的點是不是 對 對 對 你目鏡多遠 對對對 沒錯 然後這上面就有距離 到15M以上的時候 就是梁氏距離比較遠 1.5分 所以剛剛我講的話 如果今天你是有戴眼鏡的 而梁氏距離又很短的話 你會變成說 你今天在用網鏡看的時候 你必須把眼鏡拿下來 你才看得到 要不然你就是要拿一段距離 那這個就很 很耐耳的 就是很彆扭啊 你今天拿一個網眼鏡 你要拿得不遠遠的話 這樣其實看起來是蠻彆扭的 所以說你有戴眼鏡的話 就要選擇兩色去長一點 對你會比較方便 你就可以說 我今天看的時候 我不用把眼鏡脫下來 我直接可以這樣子看 然後我今天用網眼鏡看完之後 我這樣目視的時候 就直接 我就不用我網眼鏡 我的眼鏡就一樣直接可以這樣子看 這個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差蠻多的 像我後來買這個 這個我買的是便宜貨 所以它的糧食具就比較 看得出來很短 我就有很大的困難 就是我要看它的時候 我必須把眼鏡拿下來 然後等到我看完之後 又有把眼鏡帶回去 這樣很麻煩 這樣真的很麻煩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剛剛那個 也有提到說 出銅直徑 比如說我今天 出銅直徑越大的話 那表示說 我的近線 近到我眼鏡的光量就越多了 可以畫一下 出銅直徑是什麼 是帶到哪裡 我今天是沒有帶雙筒過來的 今天如果我今天把我的雙筒 拿得遠遠 然後對著光亮的是一方 我從我的目鏡 我就會看到一個圓圈圈 假設這個是雙筒 然後目鏡 然後我就會看到 這裡有一個亮亮的圈圈 因為我對著光源 然後這邊亮亮 然後這個的大小 就是所謂的出銅直徑 就是實際上可以進到你眼睛光線的大小 是不是像水管一樣 內圈子進去 對對對 可以這麼講 所以它的框這麼大 不代表說它整個都是 你整個光線都會進 而你實際 你實際進到你眼睛的光線 大概就只有這個 這樣的大小 我下次講的時候 因為今天是那個 要講春氣星空 所以下半節的時候 我就會給它講春氣星空 然後所以下次我講 下次我就帶光源經過 這樣可能會比較大家 比較好講一些 然後可是出銅直徑的話 你也不能太大 因為太大的話沒有用 因為我們人的瞳孔的大小是固定 尤其是在年紀越長的時候 它就會越長 所以你的瞳孔沒辦法放到很大 所以如果今天出銅直徑太大的話 對你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比我瞳孔還大的話就失去意義 對對 比你瞳孔還大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當然是你今天出銅直徑越大的話 它就會越貴 一定都是這樣子 好 那你的一個視野 視野就是 我今天可以看到的 巨大的浪尾 對最大的角度 然後8.3度 5.6度 我記得老師就有講過說 太陽跟月亮都是0.5度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我這個乘2的話 就是我可以看到的多少月亮 多少太陽的大量 然後當然是你今天越廣越好 雙孔就是希望你們做到越廣越好 如果你今天視野很狹窄的話 那就等於是天文望遠鏡 雙孔越廣為什麼越好 因為你今天可以寒蠟進來的星星做越多 星點越多的話 那表示說 你可以從它的特徵去找出你要找的東西 可是如果是天文望遠鏡 你今天視野只有一度 可能你今天只看到這顆星 你不知道錯的話 讓你看到的到底是哪個星 然後雙孔的話 就是希望我今天視野廣 然後可以看到的話 心點很多 然後從它的心點特徵去找出 我要找的哪個星星 在哪一個位置 所以 而且其實後來我會發現說 買這一支它的視野就比較窄 雖然它的倍率比較大 視野比較窄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就不好用 真的就兩支互相比較 其實就會非常明顯的說 我今天還是視野廣告 視野很窄 背率很大 可是你會覺得它不好用 因為它範圍小 今天要找到的東西都不好找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零進的形式 零進的形式 有所謂的BAK4跟BAK7 這個是比較好的 所謂它的折射率 就是說BAK7的話 它會有四周減光的現象 4跟7是什麼意思 真的很好笑的 我圖形跑到這裡 因為我這兩支望鏡 我都有 給大家看一下 所謂四周減光 你想說放大幾倍是什麼意思 倍率7倍4倍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同樣在 假設這樣子舉例 我今天如果是在1000公尺看到的地方 那放大10倍 我就是把那個東西放到10公尺的地方看 這樣可以 它有設定一個距離 到那個距離之後會變成幾倍這樣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今天一般是 我今天雙桶的話 我一般可以對焦的距離 都會有一個限制 你不可能拿著雙桶 我今天看的桌面可以看得清楚 因為它的倍率很大 所以你必須要遠一點的距離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同樣有一個人 他如果是站在1000公尺 那我10倍的話 他就變成是站在100公尺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他比較大 就同樣的 我今天我可以 可以把它拉進來 對對對對對 就是把它拉進來 讓它放大一點 看你一些愛心體 你把它拉大一點 這對幫助你看到是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把它拉進來 對對對 你把它拉進來一點 把那個東西拉進來一點 讓你可以看得清楚 像我們有在看表演的望遠鏡 算不算 算啊 都算了 那個一樣啊 其實看你 只要雙桶 然後拿來看秒 看人啊 那什麼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當然是 但是 當然是你今天夜間關心的話 剛才講的 有一個前面那個 有一個出瞳直徑 會希望他盡量大一點 因為晚上的光線很弱 所以你今天出瞳直徑大的話 就表示說 進到你眼睛的光線比較多 你會看到比較清楚 像這樣 其實這個出瞳直徑 當然也跟另外一個 它的口徑 這個不管是天文還是雙頭 它的口徑都是滿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你今天 你可以收集到光 你今天就把光想像是在下 光子 那時候就一點一點在下 你今天拿到的臉盆越大 你就接得越多 你的臉盆越小就接得越少 對 所以背徑有時候不是那麼重要 有時候常常講說要口徑 對 你今天口徑很小 我一樣可以做到背徑很大 而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你這樣玩的是 我今天口徑率很大的話 我今天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毀掉 因為其實你實際進來的光線量量很多 你把它放那麼大是沒有問題 今天除非你進到的光線 收集的光線量很多 你把它放大 這樣才是有利益的 要不然你放 雙頭萬物鏡 大家去那個網站上面看到也有100倍 可是那個應該都是夜市的那種 宣傳 大家懂我意思嗎 你去夜市 你看路邊它也有人在那裡雙頭 它也號稱它也不耐費 所以這個就是我講的 這個不用考慮 十遍下才差不多 對對對 就是它的背徑幾乎跟天文望遠鏡一樣的 那個都是騙的 不要太誇張的那個數字 剛剛講到那個臨近 讓我想給大家看一下BAK7是怎麼看的 另外那個波士爐它就是BAK7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看到 這兩個圈圈的地方 這裡稍微有一點灰灰的感覺 它就是BAK7的臨近 所以臨近的話就是我今天雙頭進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跟雙頭的形式有關 它臨近的話 其實你就先把它想像說 我今天進來的影像本來是顛倒 上下顛倒左右顛倒 然後雙頭裡面就會有一個臨近 它就是要把這個影像給轉正 它臨近的形式就剛剛講分為BAK4跟BAK7 這種BAK7的話它的缺點就是 你會發現說這裡就會有一點引力 所以它會有四周減光的現象 它的光線量就進來的比較少 它會擋住視線嗎 它不會擋住視線 可是它的光線會比較少 它進來的光線會比較少 然後這個BAK4的話 它就不會有剛剛那個四周風險比較暗的情況 所以一般比較好的話 它的臨近的形式應該是要選BAK4 其實這個就要講到另外一個 這個雙頭望遠鏡的形式 它分成兩大類 一個叫做普羅式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直筒呼籍式 大家來看這個相片 這大家會比較清楚 這個就所謂的普羅式 普羅式的話它的特徵就是說 你就會看起來它像一個L或者像一個N 這個就是所謂的普羅式 其實一般大部分大家看到的 看比較多的應該是這一種 電影像是比較便宜的 電影像是比較便宜的 其實這種是比較便宜的 因為它的技術比較沒那麼困難 然後剛剛講說它有銀鏡就是在這個位置 它在這個位置它會把它的像 原本是編導的 然後講的正像 可是大家知道天文望遠鏡很多都是 我會拍照 可以拍照 有一個像是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